这游戏是最近在steam上面极度好评的游戏 听说蛮有真实感的 那我对他也蛮好奇 我们一起来玩玩看喔 Read the bad he read the bad he read the bad he 极度好评我们也很好奇 谢谢各位生女的B98 感谢98个月以来的讯定喔 我想绝对不会是像双子瀑布那种极度好评啦 好 不知道为什么又是从一个房间醒过来 走路有点慢 不知道 OK 可以这样子 它好像只有音量跟滑鼠的灵敏度可以调而已 有没有觉得蛮有写实感的吗 很像真的在看老旧录影带 不知道为什么家里有一大堆鹅在飞 它一开始没有给你任何讯息 我们只知道这个VHS风格的东西 我们从一个奇怪的房间醒来 然后开始探索这个房间 开始探索这个家 诶 我被锁住了 它是类似PT风格那种吗 锁住 锁住 关于便宿 不知道是经过 一段时间门会自动打开 还是我们要触发什么 我看到我可以蹲下吗 我不能蹲下 它现在也没有任何提示 然后一直有一段 诶 什么 诶 锅子里面有一个人头 诶 What the 我手上是拿着V8啦 我手上是拿着V8 可以放大缩小 然后突然停电了 每次都这样都突然停电 然后看到锅子里面有一颗人头 也毫不在意 我前面的锅子里面有一颗人头 但是我并不在意 这里是怎样 全部都是自动门 全部都是自动门 哪子 谢谢关于小姐的V93 感谢93个月以来的许定 诶 你现在倒数前往100吗 快100了 还没有煮我火锅 东大西南还是因为没有脚电飞 没有脚电飞 诶 可是这边还有电诶 目前觉得气氛蛮不错的 是老旧的20寸电视 大家现在家里面应该已经没有这种 20寸的大头电视了吧 现在的小朋友会不会看到这种大头电视 说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某一种烤箱吗 现在小朋友会不会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 What the 吓我一跳 怎么这么大声 太大声 小声一点 有点太大声了 这是以前的电脑 微波炉 这是东方人的馒头对吧 有点太多了 有点 有一些怪声 这画是挂反还是 打不开 不给开 他那个镜头晃动是没有办法关掉的 他可能是想说要有一点真实感 因为这个主角手上拿着一台摄影机在边左边录音 抽屉可以开吗 不行 诶 这边突然有一滩血 刚刚没有诶 诶 有眼珠 what 是不是故意不给我看清楚哈 我想要仔细看清楚就没了 我教堂的钟声 好像还可以再音效再小声一点 他有时候会突然很大声 这样可以齁 家里面可以叫大头只有我自己 现在小 对 现在小朋友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叫挂电话啊 诶 可是 可是一般人家里应该还是有室内电话吧 有室内电话的话就会挂电话啊 还有人说过想去Seven买网路线 店员说没有卖网路线 网路不是都图线的吗 天哪 网路不是都图线的吗 怎么会有网路线 怎么会有网路线 没有网路线 那也就是说它 是不是没有电脑啊 还是说是 用笔电 因为桌机 大家桌机还是会接网路线吧 是不是家里只有笔电跟手机 嗯 为什么这里又有电视 这家里太多电视了吧 这家居然有两台电视 诶 我又被关厕所 诶 这家是有客厅跟会客室哦 4点 40分 诶 哪里哪里 诶 诶 怎么灯又在闪 又要给我断电是不是 有狗狗的声音 诶 谁在敲门 我一直听到有一种 游戏里面有一种杂讯 诶 对啊 我们在 像我们会讲挂电话是因为 我们有使用过室内电话嘛 所以会讲挂电话 那如果是 现在的小朋友 假设他家里没有室内电话 那手机要挂断的时候 你看我下一次就会讲挂断 比如说手机要挂断的时候 他们会讲什么 比如说你跟你朋友在聊天 然后那个 呃 在用手机打电话聊天 然后你要 你要离开了 你会说 你会说 我把手机切断吗 还是就 不会我续续啰 还是 嗯嗯哈哈去洗澡 我要去洗澡啰 就讲掰吗 不会说 我要切断电话还是干嘛的 欸 欸 这什么东西啊 欸 喔 门突然掉下来 我刚刚就觉得 怎么门好像那个倒影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然后把镜头拉过去一看 好像是一只狗狗 好像是一只狗狗的样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的话 呃 等我把那个影片放到YT 你们再仔细看 这是 遥控器 欸 遥控器 我是要 我是要 喔 开电视吗 我手为什么在那抖还抖去 嗯 森林里面有一栋房子 小木屋 嗯 怎么觉得很像枪的声音 还是说 哦 是拿摄影机的摄影 哦 是拿摄影机的摄影 嗯 好 这影片应该是播完了 欸 哪里これ 欸 我还有下一段哦 他手上拿 抱歉 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哦 哦 是走向一条座廊 Maeo Ming 今天 会成为他第一次在准备 准备到2008日的选择 民主席 杰克 嗯 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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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啊 这是第一段影片的后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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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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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个月以来的讯定哦 他在摇晃手电筒耶 谢谢观看 这怎么这么大声 有点太大声了 刚才太大声了 这边都没有字幕 太大声了吧 好刚刚有一些影片实在是太过于大声 我本来以为那个影片可能就是无穷无尽 我们刚刚就一直在点来点去 然后直到看到一个怪脸 一个鬼脸 然后那个画面就突然不见了 这个电灯也不见了 好有火力 散散安安哦 这墙壁均裂也太严重 我会被关厕所是不是 今天元气满满 地上好像有一些碎掉字条 还是报纸 4点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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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给我飘走 我刚刚一时间看到那个东西 我的确是有点吓到 然后镜头拉近 我发现是哭的 好像又没有那么可怕 结果他就后面慢慢给我飘走 这样 突然就飘走 现在是这扇门吗 有门在抖动的声音 辣个脸 我觉得那个脸真的乍看会吓到 是这扇门 What What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不是你要吓人 你要有个时间反应 我来 我来不及看清楚 我只有看到半张脸 然后就没了 你好歹让我有被完整吓到的权利啊 我连被吓到的权利都没有 我连被吓到的权利都没有 来天女子安咯 欸 手电筒 可以剪吗 可以 有手电筒咯 Yeah 倩女幽魂是一部BL剧吗 因为POP他用那个欠缺的倩 倩女幽魂 就是这个这部剧里面没有女生 但是有幽魂 都是男的 所以是最新的BLG 所以是最新的BLG 看起来是要叫我们走这里了 这是什么奇怪的地方啊 看起来像地下室啊 可是这里感觉又不是地下地下室 冰箱 冰箱 我看到冰箱就想到我们之前有玩一个游戏 之前有玩一个游戏 就是那个冰箱会吃人 然后最后才发现呢 因为那个冰箱是主角的心魔 因为有一天他女儿在跟他玩作命场 就有那个女儿躲在冰箱里面 然后快要窒息的时候 主角没有来得及把他女儿救出来 结果那女儿就死在冰箱里了 从此之后那个冰箱就是变成 变成主角的心魔 在那个 在那个噩梦里面 冰箱就是一个会吃人的怪物 那个游戏 What 蛮令我印象深刻 哦 面具哦在那边吓人 哦对啊 那个冰箱 伤心的冰箱 这边有面具吓人耶 我以为这边站一个人 假鬼假怪 冰箱冰怪 刚刚跟你们讲的那个游戏 它是有几个短片组成的 忘记那游戏叫什么名字了 它是有几个短片组成的 我觉得第一篇那个冰箱最棒 那红色的冰箱最棒 可惜它后面的几篇 有点拖沓 游玩体验不是很好 所以那个游戏我们没有玩完 这边怎么有这么多黑色的那个垃圾袋 我刚刚跟你们讲的那个游戏的VOD有放在YT啦 我忘记那个游戏名称是什么了 但是你们在我YT打冰箱应该是会找到那个影片 我是走不过去吗 诶 诶 诶 What this 它又来了 刚刚那个飞头蛮又来了 我刚刚想说为什么我走不过去 原来飞头蛮在这里 What the 是勒 是在 是在客播 诶 我可以过去吗 好像不能蹲下诶 好像不能蹲下诶 还是要走回去 挺有记忆点的游戏 对啊那个游戏蛮令人印象深刻 那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YT看 我记得关键字是 好像标题有冰箱两个字吧 可以找找看 嗯 真的音效蛮好的 What the 什么啦 灯泡又破了 哇 哇 但是那个摄影机还在只是灯泡破掉 这游戏气氛很棒 这游戏气氛很棒 音乐蛮好听的 怎么这么多收音机 诶 所以这三台收音机都要打开的意思 诶 这边也有收音机 这边也有收音机 诶 非常的不和谐啊 我先把它全部都打开看看 嗯 嗯 蛮乱的 呃 还是 看不太出还是在 哦 诶 诶 对了吗 好像对了诶 诶 又是那颗头 你们有看过宿愿吗 你们有看过几年前一部电影叫宿愿吗 好像2018的 我觉得宿愿是我看过最恐怖的电影 它从头到尾都让你有一种很不安 很不安 然后压力很大的感觉 然后宿愿它里面有一段配音是 跟这一样 有那种 咚 哦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像这个 亲切的那个咚 咚 咚 就是有点像心跳声的那种配音 让人 有一种绷紧伤进的感觉 那它现在这个 这个音效有点像宿愿 怎么样有人头 这家有好多人头 人头大量发声中 那是谁在这边翻桌哈 之前那个猪哥亮不是演一部搞笑电影好像叫大尾鲁门大尾鲁门 它里面不是有个笑话 冰的啦 冰的 冰的 就是那个问你饮料要冰的还是热的 冰的啦 然后旁边所有小弟 都以为老大是说翻桌的意思 老大说翻桌那我们翻桌冰的 啊没有啦 不是冰的是冰的啦 你是咧 就跟你说要冰的不是冰的 我说台湾人真的超级 超级喜欢谐音冷笑话 这件事情很多台湾人都非常的有自觉 台湾人是一个非常喜欢谐音冷笑话的民族 各位台湾人 朋友们 您应该心里都有底 各个店家啊 都在那边给我取谐音梗 然后电影也谐音梗 什么都要谐音梗 你们去路上走一圈咯 随便就可以看到那种谐音梗的店家 大概至少五六家 都是在谐音梗 然后最近不是有一部恐怖电影吗 就是有一支恐怖的泰迪熊啊 跟小朋友啊 忘记那部恐怖电影的原文是什么 但是那部恐怖电影的中文翻译是 福利熊 福利熊 熊福利 福利熊福利 全年的法物不用动一下吗 他的福是那个危机是福的福 然后利是站立的一例 站立游戏的利 福利熊福利 请支援收银 全年的法物战队要动起来了吗 然后里面那只熊哦 他英文叫Chelsea 好像叫Chelsea吧 中文艺名叫做 Chelsea 许巧新的巧新 就是那个巧新 然后他那个预告哦 里面有一段台词是小朋友哭着大喊 巧新我不要跟你当朋友了 巧新你不要这样 我不要给你当朋友了 我不要给你当朋友了 切尔尬 福利熊跟巧新 他其实 Chelsea 他可以就是比较中规中绝的方法 方法可以翻乔西啊 或是乔西之类的 但是 台湾人就是很爱邪音格 他就翻巧新 而且是一模一样的选字哦 巧新 福利熊至少那个字还不一样 巧新就是一模一样的选字 诶 这边也有一个福利熊 福利熊 熊福利 巧新我不要跟你当朋友了 巧新你这样我很害怕 这好像是小朋友的房间 你不是它是草尼玛吗 啊玉木红啊 玉木红啊 这个是玉木红啊 你們如果不知道 为什么我看到草泥马要说玉木红的话 你们去Google搜寻关键字 草泥马 玉木红 你们就会知道答案 就这样把它拿起来 突然变得 游戏突然变得很安静 然后这门打开了 乔欣我不要跟你玩了啦 乔欣 乔欣你这样我很害怕 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房间 诶 鸭鸭 讲到鸭鸭 刚刚不是说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写音冷笑话 那个赖贴图 有好几组用鸭子来做写音冷笑话的 比如说完蛋的鸭 完蛋的鸭就像那个主角是一只鸭子 然后完蛋的鸭 鸭就给你写鸭子的鸭 完蛋的鸭 完蛋的鸭 第一个是 要把那三只玩偶放到桌 餐桌旁边的意思吗 要让他们相对面 好像还有一只要拿 好 好 好 诶 福利熊 动得很快诶 福利熊 熊福利 诶 钥匙 钥匙 不是还有一个 哦 这一只啊 这一只啊 这是狐狸吧 狐狸 不能拿 诶 可以可以 呃 我们去对照一下 去对照一下那个图 纷纷 纷纷怎么了 纷纷清明节还没到 你怎么现在就来了 我拍一下哦 我用手机拍荧幕 你们不要在那边拘泥而死 不要在那边激泥而死哦 这是因为我现在实况用手机拍比较快 我们三只 诶 怎么有好像有四只玩偶诶 诶 诶 我现在好像有一只青蛙还是什么东西的 诶 青蛙在哪里啊 会在这里吗 你是谁 诶 哦 好像是那四只玩偶之一 干嘛要锁起来啊 所以刚那个钥匙只是要拿着玩偶 诶 灯变红色的了 啊会不会有玩偶在垃圾桶里面 你们说那个台湾远古以前的上古时代的冷笑话吗 阴阴美带子 阴阳什么事 纷纷如果是客家人确实已经有人在扫墨了 诶 客家人比较少扫墨哦 我现在好先把有的娃娃放上去好了 我看看 诶 哦 绿色是草泥马啦 哦 OK 草泥马要放这里 然后这边就 就决定做这里了呀 是这样子吧 嗯 是要转方向吗 好像也没有耶 就是放上去 然后就不能转方向了 应该就是这样 音效也可以就大声一点 然后等一下就突然再来个耳膜炸裂 诶 诶 讲到用 讲到看起来很像日本人民 但其实是台湾人想出来的冷笑话 莫忘 公美春车 公美春车 是我觉得近年来最棒的 日本人民 日本想 台湾人想出来的日本人民冷笑话 然后最新立作是 韩国人民的安太岁 所以 是我觉得近年来最优秀的 两个冷笑话 看不清楚 你能不能安太岁就是 请取一个 看起来很像韩国人民 但是台湾人一看就知道 是台湾人取的 名字 安太岁 太棒了 What the fuck is it What the fuck is that 我刚刚真的 嚇到你 诶 我刚刚有嚇到你们吗 如果有嚇到你们的话 我很抱歉 诶 我很久没有在实况骂这么大声了诶 不知道有没有嚇到邻居 有没有邻居突然想说 怎么突然 突然隔壁 湾湾有人说 What the fuck is that 是在哭哦 那湾湾这么大声 那湾湾那个 湾湾那个 湾那么近 嗯 瑞 感谢剪辑哦 我好像 我好像很久没有在实况中骂这么大声 从去年 去年到现在 都没有在实况中骂这么大声了吧 我第一次 这个游戏真的是很酷 诶 这里怎么有一只手 哪里 诶 诶 诶 蛤 什么东西 蛤 什么东西 蛤 我刚刚以为要BOSS战了诶 我想说 真的是跟 跟20古堡8的英灵那一关一样吗 我是要BOSS战了吗 20古堡8不是有一关是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英灵在那边叫DADDY 有一个英灵在那边叫DADDY 突然给我放好像快要过关的音乐 诶 诶 厕所 这什么东西啊 是锅子吗 有没有觉得 有没有觉得这个东西 长得很像蒸笼 就是那种 呃 北梯亚 北梯亚做的蒸笼 然后之前都会有人开着发财车 在大街小巷卖汤包 但神奇的是他会说 汤包 喝一个汤包 游过来啊 买汤包 上人生 买汤包 上人生 买汤包上人生 就是买汤包送蒸笼的意思 蛮神奇 但是最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广播了 这什么东西 镜子吗 破掉的镜子吗 大天 又想到大天 要破镜重圆吗 诶 这边亮起来了 深深不洗 洗菜篮 也蛮像的 诶 恐怖游戏制作人是 不把道具放在马桶里面 或是马桶上面会死掉吗 这已经是我不知道第几个 遇到第几个把道具 放在马桶里面的恐怖游戏 你们是不是不把道具放在马桶里面会死掉 是吗 会死掉吗 一定要这样子 一定要这样 是 会死 不不去 看到马桶就忍不住要把道具放下去 哦 这里也有 这感觉就是要这样子掀开啊 哦 这是那个 洗澡的地方 会不会等一下这个布连 掀开发现主角 就是我们一路所看到的那个飞头蛮 或是主角已经死了 我已经看到我了啊 我已经看到我们自己了啊 我们就是 啊对啊我们就是一副死人脸啊你们看 还没有拼就看得到啦 这不是要先挡起来吗 我还没有拼呢 这到底说不是应该要让我们就是一片一片的拼凑 然后终于 看到这个镜子里面自己真相大白 原来我就是那个飞头蛮 没有我在这里就看到了 不用拼就看到了 我我我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辣个音失路 就是就是我 嗨 是在 是在